有生命故事的声音 能改变生命的 能拯救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生命 二无反顾的生命 以声音 讲出的生命故事 源源不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梭圣经内 主已发声 以真理生活 就上择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 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 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一个遵行 并且全阳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时间 我们查考分享了 以西结书13章1节 到14章20节的内容 我们先来重温 以西结书第13章的警告 是针对假先知 假先知的信息不是来自神 而是人为着赢得明星 而编造出来动听的谎言 假先知对以西结所说的真理 他们毫不在意 他们让百姓有了一些虚假的安全感 并且令以西结的工作 显得更加困难 因此我们都要小心那些 为得到个人权势 名誉而歪曲真理的人 这些假先知 掩盖自己的罪恶 他们在一幅要倒塌的墙上 游上一些白色的游漆 想粉色表面的形象 这些来自人的作为 都逃避不了神的眼光 因为神是连人心中的意念 打算都能够一一辨明 在圣经当中 作先知的恩赐 赐给男的也会赐给女的 就好像米利安 底波拉和护勒大 他们都是女先知 不过以西结书第十三章 这里提到的女人 更加像撒母耳机上 二十八章七节所描述的女巫 他们因为令二人伤心 而遭受到谴责 魔术的手法和一些掩饰物 经常会用在 无私他们所行的法术当中 这些工具被宣称为 好运的、有魔力的 不过实际上 却是用来引有百姓去拜偶像 神显泽长老在心中敬拜偶像 还胆地来到真仙之面前去求勸勉 表面上他们敬拜神 经常去圣殿献上祭物 不过其实他们毫不真诚 我们都很容易批评以色列人 在最需要神的时候 却走去拜偶像 不过我们自己又会很热心 又会很虔诚地去追逐名誉 认同财富或者感官上的欢愉 这些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那我们这一伙心到底是向着哪个方向 我们的心应该单单追求朝向真神 希伯来的学者认为 生命的重要功能是分配了给不同的器官 心脏的功能被认为是在人的智力 和属灵方面来到去运作的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所倾心的某人某物 所以我们都有拜偶像的可能 而神就要重新捉住百姓的心 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倾心的对象 去到取代或者削弱了我们对神的忠诚 虽然犹大的百姓渴望接受假先知的消息 但是他们都认为在国家之中 是有几位敬畏神的人 可以用作来抵消灾难的一种保险 这样在危难来到的时候 他们就仍然可以向神的先知求问 但是单单靠在身边有属神的人 是不能够解决到我们的问题 我们必须谨记 我们的牧师、家庭或者朋友 他们和神的关系 不能够帮我们脱离自己的罪恶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和神的关系 来负上责任 根据《创世纪》六章八到九节 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 还有《约伯记》一章一节的记载 罗亚、但以理和约伯在历史上都是以色列的唯人 亦以他们和神的关系和他们自己的智慧而文明 但以理是在主持六百零五年 巴比伦第一次占领犹大的时候被俘虏 他去巴比伦比起以色列还要早八年 当以色列宣讲信息的时候 但以理已经在巴比伦政府当中身居遥迹 但是即使这些属神的伟人都不能够拯救犹大百姓 因为神已经审判了他们余患的罪 接着我们进入以色列书第十五章的研读查考 以色列书十五章一到四节记载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 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 其上可以取木料作什么功用 可以取来作钉子挂什么弃名吗 汉纳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 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 还有益于功用吗 神在这里作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 到底葡萄树有什么作用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 主耶稣都用过葡萄树去比喻今天的基督徒 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记载 主耶稣暗示 以色列已经不是葡萄树了 主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在那一章经文 主耶稣基督所谈论的不是救恩 我们要再三地思考 到底葡萄树有什么作用呢 它只能够结出果子 除此之外就毫无用处了 而在以色列结书这一道 神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会去家私店 找一套用葡萄藤所造成的豪华家具 你这么说 连服务员都会瞩大双眼地望着你 跟你说 我们店铺没有葡萄藤所造的家私 这些东西不适合做家私 它只能够结果子 神又说 如果葡萄树不结果子 就将它烧掉 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说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结果子 是不会失去救恩 不过他就会被放在 不结果子的那堆树枝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结果子 神会将它放在一边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 主耶稣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以色列百姓不结果子 于是 神就说 没有其他方法 我只能够将耶路撒冷消灶 这个就是 神要毁灭耶路撒冷的原因 原本应该代表神的百姓 他们辜负了神的旨意 如果你都有行成为基督徒 你亦负有重大的责任 你有没有想过 还有很多未曾听闻过福音的人 我们这些已经听到福音并且接受的人 就负有重大的使命了 神要我们在今天 可以为祂多结果子 以西结书十五章五至八节记载 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 何况被火烧坏 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 所以主耶稣说 如此说 种树以内的葡萄树 我怎样使它在火中荡柴 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必向他们辩念 他们虽从火中出来 火却要消灭他们 我向他们辩念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地土方亮 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撒马利亚和犹大 是因为没用 而被拔出原地的葡萄树枝 他们的成一受到了审判 没多久之后 耶路撒冷也会被巴比伦军队所摧毁 神的百姓竟然遭遇这种咒作 沦为被人恨悟的一群 是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他们背弃了神的旨意 抢夺别人的财产 谋害无辜 令到不宜横行于社会 第二 他们肆意妄为地拜偶像 忘记神的恩典恩义聚落 必定会落到参宣的下场 因此 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 不可以生存骄傲 是要在生活之中 结出圣灵的丰盛果子 耶路撒冷居民 如同那个两头被烧的葡萄树 如今令他们面临着 中间都要被烧毁的危险 神的审判打开了百姓被罪所蒙蔽的双眼 使他们见到神的怒气 以及自己赤身露体的这个羞愧的真相 背弃神的人 必定令自己灵魂和身体会变成方畅 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 记载了另外一个比喻 是有关一个被遗弃的小孤儿 一个骚髒腊腊 看来毫无指望的 弟弟哥的比喻 以西结书十六章 一道三节记载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 他那些可争的事 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 你根本 你出世 是在加南地 你父亲是阿摩利人 你母亲是客人 以西结一再提醒百姓 他所传的信息 都是神的话语 就算他们不接受 仍然都是神的话语 比喻之中 这个小小的孤儿 是谁呢 这个被遗弃的 骚髒腊腊的弟弟哥 是谁呢 这个师生子是谁呢 说的就是耶路撒冷 这里说的 不是以色列国的出处 不是阿伯拉罕和撒拉 而是耶路撒冷的源头 追溯回耶路撒冷城的历史 它原本是阿摩利人的城市 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记载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阿摩利人的罪业 还没有满形 其实耶路撒冷 是客人的城里 客人曾经是掌控住 这个区域的大国 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背景 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 以西结书十六章四至五节 经文记载 轮到你出世的境况 在你初生的日子 没有为你断持带 也没有用水洗你 使你洁净 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 也没有用布裹你 谁的眼也不可怜你 为你作一件这样的事连述你 但你初生的日子 温在田野 使因你被掩护 这里说的是一个非法的私生子 他刚刚被赶出门 被遗弃 是没有人要的 以西结书十六章六至八节说 我从你旁边经过 见你滚在血中 就对你说 你虽在血中 仍可存活 你虽在血中 仍可存活 我使你生长 好像田间所长的 你就漸漸长大 以至极其尽美 两羽成形 头发掌成 你却仍然赤身露体 我从你旁边经过 看见你的时候 震动爱情 便用衣襟 搭在你身上 遮盖你的赤体 又向你起誓 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神对耶路撒冷说 我收养你 让你成为我的孩子 以西结书十六章九至十一节 那时我用水洗你 洗净你身上的血 又用油抹你 我也使你身穿瘦花衣服 脚穿海狗皮鞋 并用细麻布 吸你蓄腰 用丝绸为衣 披在你身上 又用装饰打扮你 将竹子带在你手上 将金链 带在你航上 神说我就是这样对待耶路撒冷 我认为这段经文 也可以很明显地 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 你和我的出身背景都不好 阿当夏娃成为罪人 我们就生在罪孽之中 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说 我是在罪孽女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大卫和我们都没有不同 那你到底有什么 值得夸口的地方呢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这个就是我们的出身 是我们的背景 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 神为耶路撒冷做了些什么 神对祂说 刑可存活 而神也都对我们说 你们必须重生 神已经和我们立了约 如果你信靠基督 祂就拯救你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刺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治灭亡 反得永生 神是收留了这个不合法的师生子 对祂说 我用水洗你 同样 我们也都知道 圣灵是可以重生 可以更生 结净我们 神对耶路撒冷说 我洗净你身上的血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是承担我们的罪业 让属神的儿女 不再背负罪债 又用油抹你 这句的意思 是神用圣灵高抹 属祂的儿女 神说 并用西麻布 吸你束腰 今日信徒 是身披基督的乙袍 得以站立 在神的面前 在以西结时代 这个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神说 当她长大成为 亭亭欲立的少女之后 就放荡邪淫 到处拜偶像 背弃神 神对于为五斗米 而折腰的选民 仍然深存怜悯 看看 以素他就很廉价地 出卖了自己的名分 今日 很多基督徒 也将自己廉价地 卖了给这个世界 撒旦可以收买到很多人 我们很容易见到 自己一再偏离神的道 离开了神 失去跟神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依然活着的时候 就好好的 真心 诚意 效忠于神 以西结书十六章 五十三至五十五节记载 我必叫他们被努的归回 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 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 并你们中间被努的都要归回 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 并因你一切所行的 使他们得安慰 你就抱愧 你的妹妹索多玛和他的众女 必归回原位 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 你和你的众女 也必归回原位 跟第三十七章一样 这一章的第五十三节和五十五节 经常会被异端引用 来作为一些教义的依据 他们说最后所有人都会得救的 这样又是一个以少数经文来断章取义的例 是会造成对圣经的曲解 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 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二节那里记载 所以你要发愈言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文雅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令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这里不是说神要让恶人 復活得永生 而是说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复兴 完全没有提到 远古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过的人 至于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 神说将要重建所多玛城 我看不出那里有什么吸引人的特点 但是今天死海沿岸蓬勃的发展 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去到第三十七章 神是说一个国家 即是以色列国的复兴 其实旧约不像新约那样 提到有关未来的启示 神并没有启示旧约时代 过世的圣徒有关于复活的真理 也没有晓语他们有关于 神为圣徒在天堂预备地方 将神儿女接到天堂的 这些计划等等 神说这些是他对我们的计划 神从来没有对旧约的圣徒这样说过 神告诉他们天国是会降临在世上 这个就是阿伯拉罕所盼望的复活 至于这个国家将会复兴 你不能够将新约对这个教义的发展 解读到旧约的段落当中 不过旧约的每一段经文 也都是符合新约教导的 新约里面讲得很明白 将来会有两种复活 蒙恩得救的人的复活 以及失丧的人 虽然从死里复活 却要面对永死的失丧 因此这里的经文就是讲到一个国家的复兴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必须按照上下文 不要随随便便 拿一两节出来 作出过度的人生 这一章是用荣耀作为结尾 神必定信守 他同以色列国所立的约 百姓的罪 他们反复的背离神 他们的堕落 这一切都不能够废止 或者破坏神同他们所立的约 以西结书十六章六十至六十三节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 也要与你立定永约 你接待你子子和你妹妹的时候 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 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 却不是按着前约 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 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 心里追念自觉抱愧 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神话他不单只要履行之前所立的约 还要同他们定立新的约 可惜今天很多人 没有细心查考这些经文 如果用心研读 就可以清楚看出 神对以色列国是还有计划的 以西结书十七章一至六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迷语 切比喻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有一大鹰刺旁大 零无长 羽毛丰满 彩色俱备 来到黎巴嫩 将香柏树梢 拧去 就是折去香柏树 尽瞻的联枝 雕到贸易之地 放在买卖城中 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 躲于肥田里 插在大水旁 鱼插柳树 就漸漸生长 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 其枝转向那鹰 其根在鹰以下 于是成了葡萄树 生出枝子 发出小枝 神吩咐以色列家出迷语 切比喻 因为百姓不听以色列家所传的道 于是他不得不用一些怪招 去吸引他们了 这段讲的大鹰 是指巴比伦和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什 圣经经文经常将巴比伦比喻为大鹰 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四十节 就用大鹰比喻过尼布甲尼什 经文说 耶和话如此说 仇敌必如大鹰飞起 展开翅膀攻击魔鸭 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二十二节有记载 仇敌必如大鹰飞起 展开翅膀攻击波士赖 而根据但以理书七章四节记载 但以理见到巴比伦王国由海中升起 好像一只有鹰的翅膀的狮子 所以这里的经文 就是描述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什 他是大鹰 将要临到并且折去树尖的鸾子 那树有比喻哪个呢 是指以色列国 说得明确一点 就是指大卫家 尼布甲尼什将会拣制 并且廢去以色列吾敬贤的族裔 这个正是他对待西底家的手段 以西结书十七章七节记载 又有一大鹰痴旁大羽毛多 这葡萄树从栽种的葵中 向这鹰挖过根来 发出之子 好得他的娇观 这节的大鹰 就指当时还算是强国的埃及 而不是这张第三节 所提到的巴比伦 西底家是由尼布甲尼什所任命的王 他们之间有盟约 但是西底家就背叛了盟约 转移投靠埃及 这节经文的葡萄树 弯过根 就是描述西底家投靠埃及 这破葡萄树栽种在埃及的土地上 期待从埃及得力量 但是这个时候的埃及自身难保 都处于逐渐衰败当中 那尼布甲尼什就攻下埃及 毁灭埃及 令埃及神服于他 西底家拒绝向巴比伦来进攻 反而是借着向埃及王求助 他背叛巴比伦 神就曾经通过先知耶利米 多次去强调 由大只有侍奉巴比伦王 才能够得以继续生存 不过如还的西底家 他并没有尊重神 没有听从先知的说话 反而是向埃及军队请求援助 因此 犹大最终就被巴比伦所殲灭 由此可知 神的话语一直都是最高的权威 因此 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都应当以神的话语作为中心 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 我们今天停在这里 约定听众朋友 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